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电子商务 欢迎收看电子商务第11讲次的播出 在这个讲次里面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顾客关系管理 也就是通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的 所谓的CRM 也就是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那么在讲到顾客关系管理这个领域里面 首先我们就要为各位来做一个 CRM的定义的介绍 到底什么叫做CRM呢 其实常常我们都听到顾客是最重要 对企业来说 顾客的需求我们如何满足他 怎么样让顾客觉得说 来我们这边消费 或者在我们这边获得的服务是最好的 这一点我们要怎么来做到呢 我们来看看一些对于CRM的定义 所谓的顾客关系管理 基本上来讲呢 它指的是什么呢 是透过资讯科技 把行销 客户服务 这些东西呢 全部加以整合 找出最有价值的顾客 和最适当的行销策略 进而提供顾客量身定制的一些服务 并增加顾客满意度和他的忠诚度 来提升顾客的服务品质 来达成企业经营效益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 相信各位同学在这个定义里面 看到了蛮多的一些专有名词 譬如说什么叫最有价值的顾客 譬如说怎么样来打造量身定做的服务 而且呢怎么样来增加顾客的满意度 那什么又叫做忠诚度等等这些 待会呢我们在课堂里面 一一的都会详细的为各位介绍 那么顾客关系管理 其实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 有一个循环的过程 那么这整个的循环过程呢 我们先看一个图来为各位做个解释 相信大家会更明了 这个图卡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要从这个图的最上方来为各位介绍 这个整个的顾客关系管理 我们称之为它是一个循环 循环也就是说不只是它有阶层式的 同时呢做到最后一步骤之后 还要回归到第一步骤 我们先看第一步骤就是最上面的 收集跟接触的阶段 这个阶段呢我们对顾客来讲呢 要收集顾客 要获取顾客来收集顾客的资料来接触它 到了右边的这个也就是三点钟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区隔跟价值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来把顾客做一些区隔 并且找出每个区隔里面不同顾客的不同价值 在下方也就是六点钟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技术跟策略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发现了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顾客 不同阶层的顾客 怎么样找出不同的技术 资讯技术也好或者其他的技术 来达到我们的一些对他们实施的策略 做了这些之后就回到了左手边 这九点钟方向的一个互动跟修改的阶段 我们提供给他的这些服务跟实施的这些策略 到底有没有效 是不是顾客要的等等这些呢 我们必须要互动才能够了解 了解了之后来做一些修正 修正完了之后并不是就此而结束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箭头又再往上头去了 最上方这边 其实又再次的去收集跟接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那个源源不绝的一个循环过程当中呢 我们对顾客首先要获取新顾客 然后把他们分类 分类之后实施不同的做法之后来检讨 到底效果好不好 不好的话怎么样改进 好的话怎么样持续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循环 源源不绝的刚刚看到这荧幕上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首先我想我们针对每一个阶段 稍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在收集跟接触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最重要 而且企业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 往往都认为说顾客自己就会来嘛 我放在那边就好 但事实上企业实时要把握跟顾客接触的每一个机会 来获得顾客的一些个人的资料跟资讯 透过各种方式来吸引顾客留下他正确的资讯 也才能够让后来我们的分析能够做出最正确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有些人会去说 发一些传单让你填一些东西啊 那个也是获取顾客 获取潜在的顾客一些资讯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企业忽略掉了以后 当顾客来的时候 不只是问他的姓名 不只是了解他的性别 和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资料而已 我们还要去搜集他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来买我们的这些产品里面的哪一个产品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事实上各位同学每天一定都会去到便利商店 对不对 不管哪一家你可能都会走进去晃一下 那么在不同的时节 举例来说春夏秋冬 在不同的时间举例来说 早上中午晚上 然后呢在不同的地点 举例来说在商业区呢 还是住宅区等等 你走进了一家便利商店 虽然进去看 哇欢迎光临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事实上一个客人走进去 就带着了非常多不同的资讯 今天外面是大晴天 还是外面是下雨天 还是台风天 那么进来的温度气温大概是多高 那么你去买了一个什么样的饮料 你去买了一个什么样的食品 等等这些的资讯 如果都能够收集起来 在日本这些东西都称之为情报 顾客的情报 那我们这边呢 把它称之为收集顾客的资讯 我们想要用各种方法来 收集到这些资讯 然后呢第二个阶段 刚刚提到的区隔跟价值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们把顾客关系的管理呢 把它想成一种持续性的一个关系行销 那拥有这些资讯之后呢 试图发展出顾客的区隔 有些顾客买很多 有些顾客买普通 有些顾客只来这么一次等等 把它分成不同的区隔顾客 有些顾客买的东西是特别贵的 有些顾客专门挑便宜的买等等 各种方式来做区隔之后呢 针对不同价值的顾客 这时候就提到了一个价值 什么叫价值 也就是说顾客的贡献度 他买的多少 他买的东西 我们的利润最高的这些 那么基本上来讲 买的越多越贵 利润越高的 这种顾客的贡献度越高 也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价值越高 好了 把它们分成不同的区隔之后呢 基本上来讲 它针对不同价值的顾客 提供一些所谓的新的通路 新的方法 新的产品等等方法呢 来满足不同区隔的顾客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技术跟策略的阶段 在这边呢 我们了解到各个阶层 不同顾客的需求之后呢 我们企业呢 就透过不同的行销策略 基本上来改变跟顾客 或者是改变企业的一些的结构呢 来检视目标顾客的需求 最后是不是有所改变 也就是说 有系统跟资讯架构等等这些 来收集这些相关的变化跟资讯 并且把它分析 而且呢 共享这些资讯 给企业内部每一个部门 因为在前端 可能我们接触顾客 只有在最前端 每天跟顾客接触 但事实上这个企业 背后一长串的供应链 一长串的客 其他的一些产品开发的team呢 必须要来了解 这些所有收集到的资讯 然后呢 找出来 对企业最大价值的顾客 这些身上 我们要如何来对他们 实施一些行销策略 最后来互动跟修改阶段 就像刚刚讲的 包括了面对面的访谈 电话的收集 网机网路 讨论区让顾客留意见 等等各种方式呢 来跟他互动 而且了解到他们的看法之后呢 拿企业有不同的管道 来获得这些的需求之后呢 进而把这些资讯跟回馈呢 来回到资讯系统里面 作为分析的基础 所以刚刚提到 这样子一个大的循环 其实才是顾客 关系管理应该要做的 绝对不是只是说看到的顾客 不同顾客卖他不同东西而已 事实上背后有着非常深奥的一些的理论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看顾客关系管理 CRM的精神所在 其实基本上来讲 传统行销模式跟顾客关系管理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传统的行销基本上来讲 是以产品为导向 而顾客关系管理则是 应该是以顾客为导向的 那么CRM有它的一个精神架构 我们看一个图 来为各位做个解释好了 它的精神架构 基本上来讲的话 CRM的精神架构 大家可以看到新顾客 然后跟顾客建立关系之后 找出来忠诚的顾客 这些忠诚的顾客会推荐给其他的 这些来讲 我们就找出来其他潜在的顾客 然后呢 透过这些潜在顾客里面 获取新的顾客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三角形的关系 今天这个顾客来 就是最上方的一个新的顾客 当我们跟他建立起关系 他就觉得说 常常来我们这边来买 或者说 哇 这家企业或者这家店 非常了解我 哇 这是我最喜欢来的一个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变成了忠诚的顾客 所谓忠诚的顾客 就是他持续不断地来消费 持续不断地来我们这边 成为我们的顾客 然后他感觉不错 他就会推荐给别人 在其他的顾客里面 找出来新的顾客 这样子一个循环 好了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了一些 CRM的精神架构之后呢 我们来提提看 CRM有哪些的技术 其实在整个的顾客 关系管理里面呢 那个CRM有非常多的技术 基本上CRM前端 是一种称之为一个 独立的一个系统 基本上来讲 譬如说可以提供行销人员的一些 顾客关系管理 CRM的系统啊 internet call center啊 或者是post系统啊 或者管理资讯系统 MRS系统等等 他可以利用跟顾客 直接接触进行一些 那个顾客关系管理 所以有这么多的 前端的顾客关系管理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技术这边 所以我们提到了前端 当然也有后端 我们待会再来提后端 那么这个前后 到底是怎么分的呢 当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跟顾客直接接触的那一点 就是顾客 就是企业的最前面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前端 那收集到的资讯 到了后面 企业内部来做分析 那个就在后方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后端 大概前端后端 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分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前端顾客关系管理 刚刚所讲的 就是透过了一些 不管是post系统 什么叫post呢 相信如果你去卖场啊 便利商店都会看到 它刷条码 那个point of sales 就是销售点的 那一个资讯系统 刷条码 进行整一个结账 而且对库存管理的整个系统 甚至于post系统 同时也会收集一些资讯 那我们针对 call center这一块 其实很多人 每天 那个会想到说 我用到这个产品 有问题怎么办 怎么样跟企业来联系 在过去以来 就有所谓的call center 也就是客服中心 我们针对这个call center 也特别来为各位做一些介绍 因为它是在最前端 那么call center 基本上来讲的话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 call center的 它的一个市场的演变 基本上早期的call center系统 只是一个电话的一个系统 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譬如说 0800的客服专线 对不对 那么透过一条专线 由专人接听 来解决客户的问题 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 我就设几台电话 几个人来接听 顾客打电话来问问题 我们就回答就好了 事实上基本上来讲的话 并不是那么简单 提供一个免费电话就OK的 那么消费者 虽然不需要付电话费 但是他需要花时间 而且打电话讲来的问题 其实如果原本只设几个人 到底几个人才够 一堆问题来的时候 三个人够不够 十个人够不够 不知道 一百个人够不够 绝对够 但会不会浪费呢 又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开始 有人就说这种Code Center 如果纯是人为的 有没有办法变成科技技术 电脑资讯 把应用在这个里面 来增加整个Code Center的效率 慢慢慢慢开始就变成了一个 现在还是很多企业用的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 CTI-based一个Code Center 什么叫CTI呢 是computer跟telephone的integration 电脑跟电话 整合的一个Code Center系统 也就是什么东西呢 你打电话进来 不是电话来接 而是电脑来接 电脑其实也都可以 具有电话的基本的功能 那么电脑接到了 那个电话之后呢 有些语音可以跟顾客讲 你有什么服务请按 一什么请按 二对不对 很多人应该都有碰到过这种 好你要来一按二 他说请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 好说完了 其实这个时候 电脑就把顾客的资讯 基本资讯就流到了 然后呢 根据你的一些问题 他根据你一些选项 就转给专人 所以当他专人接到这电话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看到荧幕 电脑荧幕就把你的一些资讯 都调出来在荧幕上面 所以这个客服专员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马上知道顾客基本资料 顾客的面临的问题 然后来跟顾客做客服 听起来还不错嘛 对不对 这也就是现在非常多的企业 所应用的Code Center 我们称之为CDI-based 这种的 C是Computer T是Telephone I是整合 Integration的一种Code Center 然后随着科技 网络科技的发展 慢慢很多人整天都在上网 也有人就想 那我可不可以以Internet 以Internet为Based的Code Center 有的非常多的企业 在国内国外 都慢慢地开始应用了这种 所以这种Internet-based的 可以是用打字的 你在上面有人跟你 像聊天室那种方式对谈的 也有直接在电脑可以用说的 用讲的就可以的 这种Internet-based的Code Center 这是前端的技术 后端的顾客关系管理 我们也来介绍一些 所谓的后端顾客关系管理 就是强调后端的资料仓储 还有一些资料采集等等这些 Data Mining Data Warehouse的建制 透过了资料仓储分析 出顾客的属性跟行为模式之后 来做进一步的一些的策略跟反应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叫资料仓储 刚刚提到很多的Data Warehouse 这一块 所谓的资料仓储 是一个可以随着时间改变 而整合性的一种资料 收集的一种方式 让企业能够掌握 整个高品质的资讯 并且提出个别部门需求的选择 进而提高处理资讯的一种效率 所以这是一种资料仓储 为什么把它称之为资料仓储呢 事实上我们讲到了资料 很多人听到 我常听到是资料库 什么叫资料仓储呢 这个资料仓储就是 把好多的资料库的一种结合 很多可能是同质性的资料 很多可能是抑制性的资料 很多是内部的资料 很多是企业外部的资料 这么多各式各种形态的资料库呢 你有一套资料仓储系统架构 把这些整合起来 而且把这些资料呢 串联起来 让你随时可以取得里面的资料 这个称之为资料仓储 就是一个仓库嘛 里面堆堆堆各种产品都有 我们称之为Data Warehouse 还有另外一个技术 叫做Data Mining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资料裁节 这个Data Mining这个部分呢 所谓这边指的是从大量的资料中 来萃取或者提炼出 有用的资讯 一般通称之为资料采节 就是Data Mining这一块 我们看到字面上 Mining是挖矿 什么是矿呢 一个山里面 那么多的烂泥巴里面 有一个黄金 或者有一颗钻石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从那么多的一些 没有用的泥巴里面 找出来有用的这样的一个矿物 或者宝石呢 这个就是Mining去开采采节 同样的资料 刚提到我们的资料库 那么多种资料 内部的外部的同质 不易质的各式各样的资料 你怎么样去切割 怎么样去开采 怎么样清理 找出来你有用的资料 是不是就像挖矿一样 所以就把它称之为Data Mining 当然这绝对不是拿着圆敲 拿着榔头去这边敲 而是透过资料库里面的分析 然后把资料重整 清洗找出来 重整结合成一个有用的资料库 资料采节这一块 好了 这些大概就是资料前端跟后端 不过讲到了资料采节 我们也来介绍看看 资料采节除了前面 我们还有些人听过的一些决策书之外 资料采节还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来做分类 做资料的清洗 刚刚提到 第一个叫做什么 就叫做分类 Classification 所以基本上来讲 资料采节首先就把资料来做一些分类 第二个叫做群聚 或者是分群 Clustering或者Segmentation 下面一个叫做做联合性的分析 Association Analysis 最后一个是排出它的顺序 Sequential的Modeling 那么找出来这些 整个资料之间的一些关系 排出来一些做法之后 这些资料就是有用 可能未来可以来做分析 或者做一些决策之用的 所以可以包括了 刚刚我们再重新一下 包括了分类 包括了分群 群聚 包括了联合性分析 找出这些关联之后 排出一些相关的顺序 这个叫做资料采节 Data Mining常用的一些的工具跟功能 我们讲到这边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为您继续 好的 我们前面讲了资料仓库 也讲到了资料采节 那么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 就怎么样来做资讯的应用 我们来看看 在资讯应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在一连串的一些资料分析之后 基本上电子化企业得到了一些 对决策其实有很大帮助的一些资讯 而且把这些资讯都存在资料库里面 随时各个部门有这种需求的时候 马上一分析就得到台湾的资料 举例子来说 我们可以把资料分得非常清楚 某一个产品在全世界 不一定是在台湾 在全世界哪一州亚洲欧洲 它每一区什么阶段 去年哪一季的哪一个月 在哪个地点卖的如何 马上啪啪啪啪就可以分析出来 所以基本上 它在做一些行销策略的制定 在全世界在分析市场的时候 很快你可以分析出来 不同地区的市场变化 哪一种产品在哪些地方 卖的怎么样 可以按照地区别 可以按照日期别 可以让产品别等等这些 来做各式各样 资料分析 这就是帮助我们来了解 这东西不只是这样 卖给顾客而已 而是在全世界这些顾客 哪些顾客 哪些人对哪些产品 他的喜好度等等这些 好了 这些是有关于 一些技术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顾客关系管理的建制 这边 其实顾客关系管理 建立有一些步骤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步骤的程序 首先顾客关系管理建立的步骤 第一部分就是确认顾客 何在 第二个对顾客进行区隔 第三个跟顾客进行互动 第四个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我相信很多人在学到行销的时候 都会学到这四个步骤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 identify 确认你的顾客 第二个 differentiate 来把顾客做一些区分分别 第三个 做interact 跟顾客做interaction 跟顾客互动 互动你才知道他要什么 喜欢什么 最后一个 提供客制化 customize 提供他要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四个步骤 听起来是非常清楚的 接下来 企业在进行顾客关系管理 其实有一些成功关键因素 哪些成功关键因素呢 我们一一来为各位介绍 第一个 企业在做CRM的时候 必须要能够整合内部的资讯 什么意思呢 在企业内部的这些资讯 刚刚提到各个部门都需要 那我们整个的CRM 有没有办法 把刚刚前端收集的资料 也整合到后端 后端的一些产品资讯 也分到前端 让他去问顾客的喜好 等等这些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 建立沟通的管道 包括内部跟外部的沟通管道 第三个呢 就是来支援策略的执行 刚刚提到 你有很多策略 你必须要大家一起来支援 第四个 处理变革的抗拒 企业内部通常很多人都是说 我照过去就好了 但是你必须要能够处理 这些变革抗拒 让大家接受 第五个 组织文化的调整 过去来讲 以产品为导向 很多人都认为 生产是最重要的 因为产品嘛 对不对 我怎么样生产出来 才是最重要 但现在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顾客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顾客整天在变化 他的喜好 不是随着你的产品变化 他的喜好是随着什么 随着市场的潮流在变化 随着你竞争对手 推出的产品 而他改变他的喜好 或者是 只是随着 整个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而他有一些不同的 一些喜好的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顾客才是最重要的 你任何的产品 必须是要满足顾客的需求 因为在现在科技发展到 现在这阶段 整个生产的科技变成了 生产的技术变成 这么先进的时代 任何的产品 其实都做得出来的 以前来讲 要生产出一个好品质的产品 是比较困难 但现在这整个的流程的改进 生产技术的改进之后 任何产品 以不同的成本 都有可能做出来 但是顾客接受程度在哪边 顾客受到其他的引诱 包括竞争对手的引诱 新产品的引诱 新科技 甚至科技电影的 一些科幻电影的引诱 对他都造成一些改变 那么顾客到底要的是什么 你怎么样来 随着顾客的改变 而提供顾客要的产品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样来讲 这真的是蛮难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CRM执行的过程当中 常常也会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来分析看看 碰到的哪些困难 顾客关系管理 常碰到的困难 有第一个 初期导入成本很高 你刚刚看到前端后端 要建置非常多的资讯系统 成本很高 第二个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初期的效益不胀 因为这些资料 经过分析 不是马上就有效果的 所以刚开始 可能效果不是那么高 第三个 我们基本上厂商能力不足 也就是说 不管是自己的企业 或资讯厂商 可能都没办法帮你 做那么好的一些规划 你要不断地做 不断地测试 不断改进 第四个 缺乏人才及共识 也就是企业内部 可能原本你并没有 找到这种 能够做到这些 顾客关系管理的人 你怎么样来改进 怎么样 大家一起来改进 第五个 跟原系统之间的整合 也就是相容性不高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 刚刚提到的前端 要口识的 后端 Data Warehouse Data Mining 显然的这又是一套 新的资讯系统 原来企业有没有MRS 有没有它的ERP 也可能也有 完蛋了 这些资料原来可能是 企业的ERP或MRS里面的资料 但是现在你要多了一套 Core Center 它要去掉这些资料 你转出来可以 可是你要回进去 怎么回 之间的整合会有它的相对的困难性 后端 Data Warehouse 没错 你结合那么多资料库 对不对 做Data Mining 找出这些资料 你有没有把整合它 回到原来的ERP或MRS 这点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会常常会碰到 一些顾客关系管理的一些困难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主题好了 顾客关系管理到底做出来好不好呢 好的 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的效益 如果你做好 当然是非常好的 第一个它可以增加企业的收益 当然顾客喜欢东西你都给他 当然你可以卖了很多 第二个 基本上来讲降低你的成本 因为整体来说 你不会有浪费的产品 做出来都是顾客要的 第三个 能够就是减少整个的一些 新销售活动的执行的一些的循环次数 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你深深的了解顾客的需求 就会减少一些错误的方式 可以减少这些的次数 第四个提升企业的反应能力 这个反应指的反应是什么 反应市场的需求 什么叫市场的需求 就是顾客的不同的需求的改变 最后一个提升顾客的忠诚度 因为顾客基本上来讲 他要的东西 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你提出来产品 哇他说这怎么这么棒啊 我怎么没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超越他的预期 你就能够让他感受到 哇你的品质真的是好 为什么你都替我提到的东西 你都帮我想到这个时候 你会更增加对这些 这家企业的喜好度跟信任度 于是你持续不断地 都会购买他的一些产品 举例子来说 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 有不少的大型跨国的企业 都可以做出来 像这种的产品 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创造顾客 最好的最希望的产品 这时候他的产品在全世界中 大销甚至就缺货 连做都来不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看 顾客关系管理的一些的影响 基本上来讲的话 顾客关系管理呢 有一些的策略性的应用 我们来看看 它可以造成哪些影响 第一个策略性应用来讲 第一个我们是称之为 顾客的组合管理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 顾客的整个的价值定位 第三个呢 附加价值的角色 以及最后一个呢 报酬跟风险的分享 那这边我简单地来介绍一下好了 CIM的策略应用 基本上来讲的话 顾客组合管理 和顾客的价值定位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不同的顾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何选择有价值的顾客关系 跟相关的关系原则 创造有价值的顾客组合的前例 是在于 企业需要对客户关系管理的 整个的价值的各种属性 有充分的了解 常常有些企业找我去说 他们要做顾客关系管理 问我说他能做什么 那我反问他们一句 你们想要的顾客关系是什么 他们想半天说 对我们想要的顾客关系是什么 反过来我再问他一句 你们想要的顾客是什么 他很清楚 他知道他要什么样的顾客 但是我反过来我再问他 你想要的顾客关系是什么 你想跟顾客建立起什么的关系 你把顾客放在哪一个角色 哪一个定位 然后基本上你想要让你顾客的感受是什么 这点才重要 因为这叫顾客关系的管理 而不是顾客管理 顾客管理太简单了 我把顾客名单收来 顾客分类 知道有这些顾客 这是顾客管理 但顾客关系管理 每一个顾客 你都必须要跟他建立起关系 满足他的需求 甚至超越他的需求 而且不断地了解他 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 这种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 而CRM只是一个简单的科技的工具 来协助企业达到那一层 你怎么做到 这才是艺术 那么我们在课本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内容 来为各位介绍 包括像一些顾客差异 矩阵等等这些 让各位可以了解到企业 如何来分辨 他要怎么样做一对一的顾客关系管理 不过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非常多的一些的技术 这些后面的一些应用 我就留给各位同学 自己回去在课本上可以去了解 当你企业如果你要做一对一的时候 一对一的顾客关系管理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分 看看你的产品之间 跟顾客的需求之间 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 怎么样把顾客分类 你的定位在哪边 你的下一步如何走 这些应用的方法 其实也都非常好玩 但是是因为是一些应用 我就留给同学 大家自己回去 去把顾客关系管理这个章节其他的部分 来做一些了解 我在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 今天我们把整个顾客关系管理的定义 还有它的一些技术和分类 做的简短的介绍 希望对各位有用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